大家好,这里是珍爱小淑娘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懒人找山板的做法 营养又美味,出瓜老人大海抢着吃 大家不妨跟着视频一起进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先准备两根可爱的蓝葫芦 先去掉它的头跟尾 然后再准备一个古老祖酸的擦拭器 把它擦成粗粗的细丝 咸布擦成细丝之后 接下来我们再用菜刀直接把它改成小小的大块 切好之后直接把它装进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然后放一边备晕 接下来我们再洗漱一根小白兔特别喜欢吃的大萝卜 先把它的皮给它去掉 然后再次把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切好之后呢 再用上你漂亮的大手 把它按平 然后再次给它改刀 切成酥酥的细丝 咸布切好之后呢 跟蓝葫芦装在一起就可以 跟着我们再往里面加入两勺的食用盐 然后再用上奶奶嫩嫩的小手 下手直接把它捉拌经营 捉拌经营之后呢 就这样子 给它放一边继续腌制十分钟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四颗 省老王床底下捡出来的公鸡蛋 缓慢迅速的给它打入碗中 跟着我们再往里面倒入几滴的白树 去清解油腻 再来一丢丢的食盐增加底味 然后再用组酸的筷子 充分的给它搅散搅匀 就这样子 慢慢的给它搅拌成这种穷样 就可以啦 视频看一半 欢迎点个赞 您的每一个点赞转发知识 都是我先进最大的动力 谢谢大家 刮了了倒油 油了了下入鸡卵液 慢慢的将鸡卵液 给它扫成漂亮的蛋花 这时呢 扫子一定要不停地给它翻凳 这样子鸡蛋花才会受肉均匀 扫好之后呢 给它装入碗中 然后放一边带匀 这回呢 我们的兰葫芦丝 也已经腌制了差不多啦 按一下 里面杀出了很多的水分 然后再将它倒入铺好纱布的大碗中 然后再用上你漂亮的大手 将里面的水分全部给它挤干 这里呢 大家就不要吝啬里面的力气啦 一定要把里面的水分给它挤干一些 挤干水分之后呢 将它放在案板上 跟着再用竹砖的菜刀给它剁一剁 切一切 不用给它剁得太碎 切成小丁丁就可以 然后给它装入一个碗中备晕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小碗的皮皮虾 这个皮皮虾是爷爷从海里抓回来的特别的新鲜 加入皮皮虾啦 既能蒸香又能补盖 尤其是小孩子老人一定要多吃一些哦 然后再将勺好的鸡蛋花也给它切入进来 接下来我们就简单调个料 先来150粒的食盐增加底味 再加入一丢丢的鸡精 跟着再来一小勺的小末香油增香 然后再用筷子松分的给它搅一搅 把里面的调料配晒咸布搅拌晶莹搅拌融化 搅匀之后先给它放一边备晕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两张饺子皮给它叠放在一起 然后再准备一根煮酸的擀面杖将它擀一擀 稍微给它擀的薄一些 这样子熟的就比较快 擀薄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洗漱一张饺子皮 然后再放上我们搅好的馅料 然后再勺子底部这边这样子 慢慢的给它卷起来 然后在这个边缘树呢 给它刷上一层薄薄的骨筋水 这样子粘连性就会更好 卷好之后我们再朝着两边 轻轻的给它按压一下防止漏馅 这样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就已经做好了一大盘的生胚啦 是不是特别的简单呢 鲜布做好之后呢 直接把它装入一个干净的盘中 哇这颜值看起来就特别的漂亮 跟着我们在这个生胚上 把它刷上一层厚厚的石油 刷上石油 不仅能刷至里面的水分不被流失 而且做出来呢 也会更加的鲜香 接下来直接把它放到蒸笼上 然后扣上盖子之后 开大火 上锅给它蒸个8分钟 好啦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盖子来看一下 哇好香哦 这颜值看起来简直要流渴水啦 然后再用筷子一个一个的 给它装在盘中 再来点香菜点缀 蒸香一下 这颜值真的是没爆了 看起来就特别的有食欲 这样一道营养美味的蔬菜卷就做好啦 做法非常的简单 而且还特别特别的好吃 里面有鸡蛋皮皮虾 还有多种营养的蔬菜 做起来呢 营养也是特别的悬面 家里要是来陌生人的话 做上一份招待客人 也是非常的有面子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那就赶紧收赏起来试一试吧 没有好听的语言 只有普通的文字 喜欢的朋友 请帮忙多多点赞转发 这样子就能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涉意更多的人 感谢大家的观看 整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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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